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我们请到了沃泰华风域地产资深经济张勇 跟大家聊一聊沃泰华12月份房产表现如何 12月份沃泰华房市的总体情况 2020年12月份沃泰华的房市跟上个月比价格略有下降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12月份的平均销售价格是53万1千 跟去年12月份的44万4相比增加了20% 但跟上个月的54万2相比下降了接近2% 其中别墅类的平均价格是60万03千 和去年同期的50万相比上升了20.6% 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跟上个月的60万0.2千比增加了0.2%不到 公寓类的平均销售价格是35万5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4.4% 去年同期的价格是31万1 但是跟上个月的36万1比却下降了1.6% 历史数据来看 每年12月份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跟上个月都会有所下降 再赶上今年不但是进入了冬季 第二波疫情来了 所以这种下降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并不等于2021年就会延续这个方式 通常是这样 1月份会跟12月份大致持平 但从2月份开始 不论是交易量和价格都会有所上升 12月份的平均销售时间 别数类是25天 虽然跟去年同期的39天比减少了14天 但是跟上月的19天比是增加了6天 而公寓的平均销售时间是26天 跟上个月来比增加了5天 但跟去年同期比还是减少了4天 所以可以看出莫泰华的别墅类房子的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整个的放盘量在减少 但是交易还是非常活跃 很多地方还有抢off的这些现象 甚至价钱加很多 12月份经历的交易情况如何 比如说我有个客户 最开始在卡拿拉内市找房子 我们的预算基本上是在60万左右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基本上在这个价格买不到合适的房子 我们下了一个offer 结果人家加了8万 我们根本没抢到 后来我们又把我们的眼光向北 放到Morgan's Ground 结果有一个房子 人家加了11万7 我们也抢不到 后来我们感觉到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这个预算 在卡拿拉内市或者Morgan's Ground买到合适的房子 那我们把眼光放大一些 放大到整个的卡拿拉卡北和卡南 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 在12月份初 最后还是在Burhamen买到了一个双车库的一个大房子 同一公司的其他经济反映市场情况如何 第二份我们公司的经济都非常活跃 他们在沃达华的各处去帮人家看房 帮人家买房 抢off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且我们公司的人参与抢off的情况也非常多 有两个例子 有一个房子在Burhamen Siler接到了10个offer 其中有3个offer是我们公司下的 还有一个房子是在卡拿塔 一共人家收到11个offer 其中也有3个offer是我们公司下的 我们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们今年已经达到了1000个Dio 就有1000笔成交 这个不论是在沃泰华的哪个经济公司 我觉得比较高的 2020年沃泰华房价总体涨了多少 2020年的整个沃泰华住宅和公寓的销售总量 为18971套 和2019年的18613套比值增加了2% 但是因为2020年的平均价格跟上一年比 增加了接近20% 所以总的营业额已经从2019年的82年 达到了今年的超过100亿 这个应该是沃泰华历史上最高的一个数据 因为房地产市场非常好 虽然受疫情影响了很多行业手的打击 但是房地产交易却异常活跃 这也带动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人 专业考制造加入到房地产这个行业 沃泰华的华人经济已经从我入行的时候 二三四个人现在增加到100多人 对沃泰华2021年房市的看法 2021年沃泰华的房市我认为会持续走强 所以我的估计是乐观的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沃泰华是首都 它的产业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它的第一产业是高科技 因为在卡拿大地区可以号称北美第二硅谷 它积极了大概600多家高科技公司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因为联邦政府在沃泰华 沃泰华是首都 所以联邦政府包括沃泰华政府 有大量的雇员 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 他们收入也比较高 所以支撑了房子 第三个就是沃泰华有100万人口 而且沃泰华最近这些年 人口是净流入的 找工作的机会比较多 这样就支撑了沃泰华的房市 所以沃泰华不但二手房 交易市场非常活跃 沃泰华的builder也盖了好多新房 但同时也有一些担心 原因是这样 因为从2017年开始 沃泰华的房子一直是向上走的 尤其到了2019年初开始 整个房市非常疯狂 抢负了现象比比皆是 整个汤号是加10万的状况都有 但从目前看 这种疯狂的状况是逐渐走弱了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包括我都觉得这种疯狂状况不是常态 沃泰华的房市逐渐趋于平和 也仅仅是个实现问题 因为疫情期间 政府放水给了大量的补贴 所以现在还可以支撑房贷 但是如果疫情过后 如果政府比较早的撤销了这个补贴 会造成有些人负不起房贷 这样对房子应该会产生影响 目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还有待观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